由於這個節目的時間關係,我們由第三回合跳到第十回合 兩個拳手其實也是很接近的 打到十回合,大家都能夠捱得住 兩個拳手暫時眼角、鼻都沒事 旁比打了九回合之後,非正式統計中對方拳44% 齊士中了旁比31% 但這只是非正式統計 這場經典拳賽是在1990年1月14日 在大西陽城海薩宮殿賭場舉行 是WBA World Away 禁錶賽12回合 現在已經打到剩下兩個半回合 兩個拳手都是充滿體育細胞的運動員 所以打到現在第十回合還有足夠的氣力 而齊士就是拳力很高 出手鎚都很硬 這幾步是非常好 旁比呢就是從未打過 看他的職業打拳生涯 從未打過十幾回合的波 但今天見到他的內戰力真是不錯 打到第十回合 他的尾段仍然都是和齊士打成平均的 分分鐘點數他一點是失敗都沒有 龐臂和齊斯兩個都是戰鬥力很強的拳手 齊斯白褲黑字的短髮的連環抽擊 埋身Body Punch 剛才那一下龐臂抽中齊斯的 齊斯好罪亦都捱得住 現在幾帶貼著他先 有反擊之力 龐臂很厲害 這場全賽精彩了 不過看到龐臂眼角有些少血出來了 還有兩個回合 其實齊斯在初段是稍佔優勢的 但是在尾段龐臂就反擊 重重的擊中齊斯 看回一下 那一下就是一個 右勾拳打中齊斯的左眼角 就是看他們兩個的肌肉 可以看到兩個拳手 很健康的 第十一回合 又要開始了 大家看的就是ESPN經典拳賽 我們今天看了 頭一場的了 就是 史豬輸了給沙斯 是一場輕重輪級的拳賽十回合 這一場就是WBA的尋輪級錦標賽 是在1990年1月14日舉行的 在大西洋城 齊斯對著龐臂 兩個都打得很出色 互有攻守 亦都能夠埋身搏脫 那麼就打到第十一個回合了 明顯在第十回合和十一回合 雖然未曾打過這麼長的拳賽打過 就是十回合的龐臂 竟然後勁這麼凌厲 但又輪到齊斯反攻了 會氣再上了齊斯 剛剛一下呢 右手右拳很重的 擊中了龐臂了 兩個都是戰士 打不死的戰士 哇 看到的觀眾呢 就是呢 如資而狂 權政說兩個 不要這個呢 就是太過埋身 不可以推 非法的部位 不可以打對方非法的部位 就是呢 皮打一下就不可以了 還以為齊斯呢 就是 強腦之末的 竟然間呢 會氣再上 那麼厲害的齊斯 第十一個回合 又變成齊斯佔上風了 但是呢 給對方打 連環打了很多拳之後呢 龐臂又來 再上過了 由於龐臂 右眼 下面的面那裏呢 就是有些少爆了光 所以呢 見到呢 兩條呢 淺色的褲呢 都有些血跡在裏的 裁判叫停的比賽 說掉了牙頭 停了先 拳正說掉了牙膠 要拿回 保護才行 那對於齊斯呢 就是不是那麼好處 剛剛呢 他呢 就是主動呢 就是 手佔優勢的 那麼 那 全正停一停 令到呢 龐臂可以回氣 有些少好處的 剛剛呢 剛剛呢 齊斯一個 這個拋鎚呢 打中了龐臂的 那 大家 勾打 鬥拳 好激烈 還有一個回合 回來呢 會同大家 介紹的 有些人知 ESPN 經典拳賽 城邊回顧 今天呢 第二場 精彩拳賽 是由龐臂 百夫紅鞋 對著呢 就是百夫白鞋 全賽 的齊斯